大家关闭闭闭闭 那看到这边要跟我们打 等我们会洗的时候再停下来 哈连在这边要有很多的鱼饵 非常的饥饿了 已经开始关于虚人的烫饿料吃了 通常会吃到饿料的一尾鱼 一定都是烘鱼 首先要在虚人身边 这一尾比较大型的烘鱼 它的游泳方式很特别 很像是少女摆动的裙摆 或者是像一张摩坦一样 这种游泳方式的红鱼呢 我们称之为土天 那我们里面的土宫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他们身上 像这一位红鱼一样 是成为赤土色的 叫赤土宫 那如果你有看到呢 它的背上呢 是有非常时好的豹纹的花纹 像现在有在大小天的底下 有一只 它就是豹纹土宫哦 好 那接下来呢 要来介绍呢 现在要来讨料饵室的这一位红鱼呢 游泳方式又跟刚刚的普通菩萨一样哦 它的游泳方式呢 像小燕子在拍打